国内银行业者捐赠中芯大学食品与农业安全检测大楼 今天举行动土典礼 产学联手合作打造国内第一个国家级食品安全检测大楼 准台中市长林佳龙也应邀出席 表示上任之后会增加食安稽查预算和人力 为全民的食品健康安全把关 动工大吉 手持精产 贵宾排排站 一起为新大楼动土 这里将要新建由金融业者捐赠给中芯大学的食品与农业安全检测大楼 准台中市长林佳龙出席时也表示 就任后将增加食安稽查的人力与预算 台中市有两千七百家的食品工厂 我们只有二十七位机查人员 未来会大量的增加 我们在食安跟相关的检测设备的预算 那人力呢也会每年倍增 以四年的时间增加到一百位 占地约三百坪 规划新建地下两层以及地上九层的检测大楼 将作为食品安全与农业资财检测研发等用途 为国人食安把关 台湾一定可以成为亚洲最美丽又安全的花园跟宝岛 我想这应该是新大的置业 也是本大楼的期待 食安是民生的基础 银行业者与大学合作 共同打造国家级检测中心 希望为台湾民众的食品安全把关 尽一份心力 新团队台电视秋天喜王源台湾台中采访报导